市政府違法在市 誰的時候的市政府 馬英九市政府 那只能蓋捷律 你把它蓋成那麼多洞的 而且你是用人民的財產搶過來 蓋那個房子的 所以你是違法的 你的意思是說 郝龍斌接手知道這是違法的 但是照做 所以他才會送那麼多資料去給監察院 就是要查這個東西 你說誰 郝龍斌嗎 郝龍斌上來就有上場 你要知道那個房子一開始 預售屋就開始賣了 你已經預售 而且它的主要是 它是屬於綜合的房子 除了有住宅之外 還有大樓跟商場 那主要給市政府都是屬於 就是屬於商場 那比例不是很高 但是你房子基本上 都已經是以預售方式進行 那你當時可能私底下 就已經是用這種方式 7比3的方式 那你木椅成舟啊 你都已經預售 你都是以這個日盛生的方式 已經木椅成舟 我們那時候廣告是天天在烘的 你只要聽到radio 就是美河市 然後什麼從外國回來 你最想買的 就是這種有河景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其實 千米水啊 真的 日生都已經把它弄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你說郝龍斌 要騙你們這些外地人 對 要怎麼改 那也很難 親而去真的是騙了很多人 因為很多地主沒有參加聯合案 他本來以為只要蓋捷運 不要蓋住宅 那後來如果說 如果你重新再問一下說 我要蓋住宅 去問那些地主要不要參加 他們就會參加了 然後這個疑點其實 那就是 這疑點也不是只有 也不是只有這個案子 事實上金站也是一樣的問題 金站也是日式差 也是日式 也是用在車站比例 不符合比例原則 你怎麼覺得他們 不過這個Jerry講實在話 因為我是新店人 因為我每天都要開過 監管美河市 因為美河市現在也賣購 應該是2000幾戶 我覺得那個責任不應該 由那些新購的 這個 那是善意的購買者 這整個案子對住戶權益 是沒有影響的嗎 沒有影響 沒有沒有 我要先來講就是說 那些人買的時候 並不知道這個事情 不知道 他們是善意的購買者 所以他們其實是受害者 對 第二個就是說 你說一半60萬 說實在 平均不是這樣 就是靠黃河路 看得到河井的那個高層是比較貴 但是我知道 購買的太少了 930有對了 這樣 那平均價 也許平均價40萬吧 我知道 那這個 再來就是說 因為如果我們說得很差 我覺得對人那些 新購的住戶也不公平 這樣 那那個房子老實講 蓋得不錯 我們即使要講的是 這個事情我認為 是個弊案 是個貪污弊案 我判斷 對 那今天的蘋果日報的社論 有講到這個事喔 他說馬英九市長 裡面有提到他 官商詐騙集團 我覺得裡面講得真好 等一下我再唸給大家聽 來 先休息進廣告 好 我們現在知道日深深 這個原來的那個資本 是不足以承接這個美和市 可是你看他做了美和市之後呢 金站也是他 金站是美和市之後嘛 對不對 對 金站也不小啊 而且他還要經營那個 金站的那個百貨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那個合宜住宅 福州的那個 福州 新北市 也是給他 沒錯 對 總共是1200億 哇 所以那個東西對電機 他後面這幾年的發展 是有很大關鍵的影響 還有什麼 現在連那個我們說 去北投最棒的家喝屋 也是他的 是後期的 可是我要說明 還有一個飯店嘛 中山北路有一個飯店 很有名的日系大飯店 是他擁有的 他們的資產 然後委託人家經營而已 飯店是他的 對 沒錯 那個地點 大家去都知道非常好 不過我要說明這件事 因為這個事情太傳遲了 我們要回到他們老闆 之前是美龍的一位 就是一般的工人 他上了台北 然後去幫他陽明山蓋房子 他就發現到 怎麼陽明山的房子 蓋起來這麼好賺 因此他就開始跟朋友集資 他第一個案子 在復興北路 也是跟地主共購 那次購完的時候 他賺到第一桶機 他發現共購這個東西 就是跟地主一起合購這件事情 是有利可圖的 然後他發現到 市政府正好要蓋捷運站 所以他想說 那我去這個路 這個路可不可以通呢 他還特別去日本 歐洲看了一下 發現捷運站是有未來的 因此他就開始 急急迎迎走這一段 然後他有一個邏輯 什麼東西 他跟地主 因為地主有時候會覺得 房地產漲起來之後 他可能有什麼變化 會返回 對 但是政府不會 而且他政府做擔保 資金一定比較順暢 所以他就開始 積極迎迎在這個地方去做 做動作一件件的成功 而時間非常巧合的事情是 他這個最大的案子 就在馬總統當市長的時候 出來的 之後陸續的案子 都是交給他助理 那令人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什麼 當時在做這個金站的 這個規格標的時候 他的資本根本不符 還差了三倍 那問題出來的 既然這麼傳奇 我們知道金站是個BOT 將來是要歸給台北市政府 來管理的 裡面怎麼可以會有小豪宅呢 你小孩子要這樣怎麼 給市政府來管理 所以應該我們說 通常你要BOT 都是那種所謂的辦公大樓 或者是公共建設 厲害 他竟然可以賣小豪宅 這還不夠經典 小豪宅的那個預收款 還可以當他做增資的錢 市政府准他增資 是其他建商都死掉是不是 事實上有資格 建商都不行是不是 就給他這樣做錢 他們小豪宅好像是 要99年的對不對 就是沒有沒有 是只有地上權沒有 你BOT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傑銘來 這個蘋果日報今天的社論 我練給大家聽 他說啊 台灣歷來不斷發生許多政府 跟民間的土地糾紛 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也是歷代社會動亂 甚至改朝換代的根源 他舉例他說 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准許互邦集團併購台北銀行 最近傳出互邦要把原來 台北銀行的總行變更為商業用地 你中山北路嘛 對 那快地很大 而台北銀行的總行 原來是機關用地 當時是徵收來的喔 對 變更之後市值從2億 驟升為70億 所以副邦可以賺多少 六十八 六十八的副邦說他要貫一% 六千幾萬 六千幾萬 好 這樣 但是不好意思 那塊第一銀行是誰人的 人民的 那個銀行的 生土小民 對啊 現在變誰的 現在變富邦的啊 變財團 你如果是生土小民 你的感想是什麼樣 他說這就是土費嘛 對 政府是土費嘛 再來 他說 這些機關用地是政府多年前 向民眾用公共利益為由 以極低的價格徵收而來 如今卻成為財團的金基母 對原地主公平嗎 符合比例原則嗎 符合社會正義嗎 以公最近的美和事 弊案醜聞 也有原地主的財產權 受到侵害的情況 原地主被欺騙 以徵地當作交通用地 是公共利益的需要 所以接受徵收 結果市政府讓財團 興建大規模高價住宅 根本是官商詐騙集團 他說不知道不記得喔 憲法第15條是規定 人民的財產權不得被侵犯 可是你這個是 侵犯人民的財產權 我覺得原地主 這個時候都要出六個 一百六十幾個 要出六個 還有那個目藏國發院 國發院也一樣啊 那一樣啊 一樣的手法好 對啊 機關用地 國發院那個原地主 其中一位葉先生 你記不記得 那其實這幾件事情 都牽扯到只有一個人嗎 剛才會集團 你站出來啦 反正就是他 所以共同的匯流 就只有一個人的名字 你這個 對不起 A72是進行室的 你這個真的喔 會挑起多少人的情緒 怨恨 很多地方的老地主 因為阿公也說 我跟你說 以前這也是我們 對啊 以前這也是我們 你知道嗎 你是用什麼方法 那時候 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時候 你加購嗎 說是機關用地 就機關用地 有拿到錢算不錯的 是啊 你加購嗎 那個時代你加購嗎 到人家購得過 那時候 你先生購到現在也購得過 對啊 是啊 你當作是這樣 這樣用的 現在你苦力財團 這真的太離譜了 你就每天在製造 陳生到吳廣啊 對啊 不是 那個富邦金合併 在臺北市銀行的時候 他是用公告地價 用那當時的機關用地的公告地價 去做資本去合併 對 他沒有重複啦 所以富邦金是探市啊 你知道嗎 現在如果變工做商業用地 老實說這七十人 都都是人民的 這個要重新合理分配這個立任 那不然 等於就是財團吃掉政府 用僑取豪奪官商勾傑的方式 吃掉老百姓嘛 不過他的意思是說 我自己拚了 你的所有都算我的啊 對不對 可是他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啊 現在他機關用地 要變成商業用地 還要市政府蓋章 要市政府同意 類似總行這個 台北銀行的分行 在台北市還有十四個 都是機關用地 他將來富邦一定是想辦法 他的如意算盤一定是說 我一定要把它變成商業用地 價值價這麼多喔 對啊 其實你看喔 我們想像喔 多少百姓 在陰暗的角落 哭泣沒人家裡 這160幾戶 他增收一瓶六萬塊 但是實際拿到是四萬多塊 對 你們家如果去增收一百幣 你想到多少 大概拿到四百幾萬而已 四百幾萬 一百幣 你現在要去增收市 三千七百 我說那個土地 現在叫做三千七百萬 你現在去買增收市 沒有 大家買十幣有嗎 扣掉四成的公設 所以你存六幣 你看財團 那都財團的錢 結果本來是我們家的土地 對 這不是土地 對啊 但是這個政府是用騙的 所以地主已經很憤憤不平了 又是你我之間誰會甘願 所以你用台北平人這樣 你用工業的性質構 地哪種 結果你給財團後來蓋這麼賺多錢 這裡最可惡的兩件事情 都發生在馬英九市長任內 一個就是富邦金去買台北銀行 到現在他竟然大膽到說 要把機關用地趕成商業用地 我要跟各位報告說一下 如果你在任何縣市 都市重劃都要捐出30% 他竟然無辭 就是說只有1% 實在是已經是無辭到不行 而且當時這個案子 到目前紛紛擾擾 那馬英九任內做這個大案子 吃了幾次魚吃鹽 然後美和市 美和市完之後 又合一住宅還有金站 那其實A7是進行事 A7也是跟老百姓收土地 然後賣 詠春也是 詠春也是 詠春這案子最可惡 對我們來談 那所以這裡面全都是 你看馬忠銘在台北市內 就搞了金站 搞了詠春 搞了這個美和市 一升到總統 A7合一住宅 幾乎都是予不予期 現在富邦金當時還可以跳過 金管會直接從香港 直接入資到這個廈門銀行 當時沒有一家銀行 敢這麼做事情 是誰讓富邦金